12号上午举办的有机栽培示范观摩会 选在台东大学资本校区对面的有机农场举行 这里是台东的有机农业专区 面积高达50公顷 这里是退股会的台东农场的地 那它整个区域将近有快快50公顷 食安的问题非常的严重 大家要吃都要找什么 安全不懂的 那台东就是最好的一个绿色生产基地 农会这里可以辅导到的就是说 从生产基地的这样的一个提供 到这个技术当然就是由我们改良城这里来支援 那加工的部分 我们有很完整的一套的这个加工系统 那行销部分农会也会来协助 一位有机栽培业者罗国良 打造了有机生态农场 他所种植出来的有机蔬菜饱满鲜嫩 会这么成功 除了平日勤于抓虫维护环境以外 还有一项秘诀 一般的那个农场很少说自己设置疫苗室 但是我这里为什么要设疫苗室 因为我们有机栽培 大家知道 所有的化学的东西我们不能使用 尤其是杀虫剂 那我们要避免说虫害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它的幼年期 就像婴儿时期一样 我让它在疫苗室里面成长 一般人都觉得说 疫苗在移植到田间 会增加很多人事成本 其实我这样 这几年来 我这样做 我发觉到反而更节省成本 所以说有时候很多同业 他们认为 这样很费工 其实算一算 我一个菜区 我这个标准是三十公尺 三十公尺一米二的宽度 光除草跟肩膀要花多少时间 我育好苗 我再去种 绝对比那个时间还短 在农场打工的林同学 也从有机蔬菜的栽种学到了很多 就是人家就推荐我说 这边有一家有机蔬菜农场还不错 然后就来这边买菜 然后因为几乎每天都会来买 然后买着买着 就是也常常跟这里的农场老板 我都叫他伯伯 对然后就常常跟伯伯聊天 然后聊着聊着 就是发现伯伯人真的也很好 而且他甚至还要比 就是外面市面上的菜还要便宜 因为他怕学生就是怕花钱 或者是不敢买菜什么的 所以他特别就是对学生的优待 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好 北亚就是常常天还没有亮 他人就在这里 然后等到天黑了 他还在田里面抓虫 这五十寝的有机农业专区 将成为台东有机农业指标 农改厂的角色是以辅导农友的技术 而农会则是产销方面的辅助 结合台东大学的建教合作 产官学三方进行 让有机生态农业在台东地区蓬勃发展 东台新闻时荣与资本采访报导 担则是太准备 殿下饭 确保